复理箱东里火车站实施后 上午有一名90岁的老人家 不小心从月台上衰落 头部后脑受伤 一次颈椎也受伤了 取消货报后赶快到现场 帮老人家给止血包扎 并且颈缺固定了颈部 赶快送医救治 而老龙家是意识清楚 生命迹象稳定 巴林界消防局第三大队 上午接获东里火车站 站务人员报案声称 有乘客摔伤 需要协助送医 东里芬队人员到达现场 一名90岁长者 因为从月台上衰落 头部后脑有撕裂伤 疑似颈椎受伤 救护人员给予包扎止血 颈圈固定等等处置 随后送往荣民医院 玉里芬院来救治 到院之后患者意识清楚 生命真相稳定 我帮你抬一下头 头位有点痛 90岁罗姓长者上午在东里车站第一月台等候火车来的时候 从月台跌落到轨道 受伤之后由救护车送往玉里荣民医院 后来转送往花莲慈祭医院 目前已经调阅月台监视器 已厘清案情 接着高双双不宜相采访报道